第2063集 但他修炼天魔洞明眼 已经能够洞察一部分天机 一听到两人的名号 冥冥之中就看到了背后的因果渊源 韩长生 这么多年了 你还没造反成功吗 风魔尊者古汉林 看着韩长生调笑起来 想造地势天的烦 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逆魔奉尊苏若曦也笑了 看着韩长生的目光 仿佛看着一个跳梁小丑 显然两人是认识韩长生的 还知道他想夺位 住口 我对殿主大人忠心无二 天地可见日月可正 岂容你们玷污 韩长生勃然大怒道 你们就剩下一缕神念 连肉身躯壳都没有 还敢在我面前放肆 闻言 古汉林和苏若曦 脸色顿时变得很难看 韩长生这话 却是戳到了他们的痛处 的确 现在的他们只是一缕神念 真身还被困在了天道宫 想要解救出来 不知何年何月 夫人 这死说话好生无礼 待我教训教训他如何 古汉林凝望着苏若曦 功声请示道 好 最好把他大卸八块 碎尸万段 错骨扬灰 帝师天不清理门户 我们替他动手 苏若曦默然点了点头 此刻的韩长生重伤在身 非常虚弱 绝对撑不住古汉林至枪一击 韩长生 我夫人说要把你大卸八块 碎尸万段 错骨扬灰 你还有什么遗言吗 古汉林手掌微卧 以丝丝雷芒 在他指尖跳动着 叫凭你们两个孤魂野鬼 也想杀我 韩长生眼眸骤然凌厉 双手连连结印 以丝丝神光涌荡而出 他身后远处 到与中央那把巨剑 剑身上的帝渊二字 骤然爆发着 无比璀璨的地光 遥遥呼应着他的气息 下一刻 帝渊两个大字 仿佛俘虏一般 从巨剑上剥离下来 化作一道金光 顿入韩长生体内 天地印记 降临我身 韩长生仰天爆赫 眉心金光绽放 居然浮现出了一道地印符文 与此同时 锦魂岛也发生了异变 随着地渊符文剥落 整座岛上的禁制 瞬间消失了 那把通天巨剑 释放出了 一丝丝浩荡的轮回气息 简直是要震荡天地 寒冬日月 这把剑果然是我前世用过的兵器 叶辰目光一缩 顿时捕捉到了无尽天机 原来在前世 他和地渊殿的殿主 地试天 曾经爆发过大战 两人相斗 简直是要站至星辰边荒 磨灭诸天大道 完全不能用言语形容 这把巨剑 实际上是叶辰的前世 随手捏爆了一颗辽阔星石 用辽阔星石陨石铸造而成 战斗的最后 夜神击伤了地试天 但他的兵器也被地试天击落 算是战争平手 地试天把他的兵器 禁锢在幽冥海上 祭祀长天留作纪念 而韩长生则是 这个祭祀岛屿的掌管者 在掌管祭祀的同时 顺便监察天魔动向 那迪渊二子 实际上是禁锢这把星云巨剑的符文 拥有地试天本尊的气息 此刻 韩长生恋化融合天地符文 他的身上 顿时爆发出了 无比浩瀚的气息 一道灰红磅礴 伪暗到没有边界的虚影 隐约从他身后浮现而出 这是地渊殿主 地试天的影子 这道身影 比起轮回之主 居然丝毫不弱 毫无疑问 地试天和轮回之主 是同一个境界的存在 韩长生浑身筋骨不断地响动着 他的伤势在浩荡的天地气息的滋养下 竟是瞬间痊愈了 这就是地渊殿主 地试天的气息 夜晨看着眼前的一幕 顿时倒吸一口凉气 深深震撼了 幸好天地符文波落 岛上的禁止散去 他的灵力也恢复了 否则的话 在这么强烈的天地气息的碾压下 他可能会晕厥过去 韩长生 你居然敢进用地试天的气息 苏若熙冷眼看着韩长生 你就不怕地试天降弄 将你打入深渊吗 这道气息 是地试天用来镇压 轮回之主的星云巨剑 祭祀天地的关键所在 现在被韩长生夺走 祭祀仪式终止 很容易招惹厄运 哼 只要斩杀而等 殿主大人赏赐我都来不及 怎么会责罚我 韩长生冷哼一声 在上古时代 古汉林和苏若熙 和地渊殿有着许多过节 而夜晨的前世 更是第十天的死地 如果真的能够斩杀三人 韩长生在地渊殿里的威望 必定暴涨 甚至要功高震主 第十天是绝对不敢罚他的 毕竟轮回之主 威胁实在太大了 谁能够斩杀 谁就有资格问鼎天地宝座 夫人 这次好生嚣张 我来挫挫他的锐气 古汉林双眼圆瞪 虚发脊张 满脸怒容 拳头捏得咔咔作响 好 苏若熙点点头 虽说韩长老融合了第十天的一丝气息 实力足以媲美上古神帝 但他们夫妻二人 修为非常强大 就算只剩下一道神念 只要不是碰到真正的强者 都能够战胜 古汉林一拳爆杀而出 无数雷霆白光 紫电精芒 在他头顶上炸裂着 澎湃的能量呼啸而出 天地间剧烈震荡 还敢动手 韩长生目光一寒 让你见识见识天地的威严 韩长生眉心之间 天地金光绽放 无数金光凝聚成一把长剑 狠狠朝着古汉林斩去 蕴含着天地威严的剑气 一击碾碎了古汉林拳头上的雷霆子电 将他震退了三步 若是地势天亲临 我可能会忌惮三分 但就你一个老贼 连天神九层天都没踏入 我封魔尊者何惧 古汉林站定脚步 浑身雷霆炸裂 再次一拳杀出 九天虚空无尽八荒 一缕缕恐怖的雷霆气息 疯狂凝聚而来 九天雷动 古汉林仰天咆哮 全盲惊雷狠狠撕碎虚空 直击寒长声 好强的气势 叶晨站在战圈外 瞬间被电光晃花了眼 耳朵里全是雷霆震荡的声音 在苏若西面前 古汉林垂首低眉 一脸谦卑 似乎很懦弱的模样 但此刻战斗关头 他却展现出了滔天气势 令人动容 这一招九天雷劫 威势之大 恐怕比起传说中的 三十三天鸿蒙古法 也差不到哪里去 这老贼死定了 苏若西美眸微眯 凝望着眼前的一幕 韩长生虽然厉害 但毕竟只有天神静八层天 还没踏入神地境界 就算他借用了 第十天的气息 只要没有那样的修为 都不可能是古汉林的敌手 惊雷炸裂 古汉林滔天的一拳 带着九天雷动的气势 就要碾灭韩长生 天行五绝阵 起 陡然 韩长生一声爆喝 身上浮现出 诸般灾难绝祸的气息 一丝丝黄光 一片片冰雪 一道道火焰 一阵阵风暴 一律律雷电 在他深周不断萦绕着 形成了一个滔天的阵法 地火水风雷 五绝大气象 宛如诸天星宿 遵循着独特的轨迹 在他身上 形成了完美的循环 古汉林一拳砸压下去 却遭到了滔天的灾气抵挡 影声声地被阵推开去 天行五绝阵 五绝合一 你居然达到了这个境界 古汉林一阵惊讶 刚刚韩长生和夜晨的战斗 他们夫妻两人也看到了 韩长生的神通境界 最多掌握了三绝 还没达到五绝合一的地步 但现在 他融合了一丝地势天的气息 实力暴涨 天行五绝归一 顿时浮现出无比的天威 无比的霸气 拳手之间 似乎主宰着苍天万劫 非常之凶悍 相公 我来助你 苏若熙见状却是不敢怠慢 连步一动掠到了古汉林身边 天行五绝阵 在三十三天鸿蒙古法里面 足以排进前五 杀伤力非常可怕 韩长生五绝归一 气势强横无边 苏若熙却是不敢让古汉林 独自冒险 毕竟三十三天鸿蒙古法 威力实在太过逆天 足以突破境界的差距 就算韩长生 没到神地境界 也很可能斩杀古汉林 不过只要夫妻同心 两人联手 他们相信 韩长生绝对没有翻盘的机会 你想以多欺少 地名九渊 水卷星河 天火舞 风雷洞 五绝归一 杀 韩长生眼神凶狠 暴和连连 五绝天灾的气息疯狂炸裂 大地深处 响起了恐怖的震荡 顿时 叶辰赶到脚下的大地 不断地摇晃着 似乎随时都会崩塌 无数根尖锐的地刺 疯狂冒了出来 逼得他连连后退 金魂岛外面 一层层的海浪 不断咆哮着 形成了滔天的海啸 狠狠道具而来 一缕缕的天灾烈火 从天上地下 每一处虚空里跳出 似乎坟灭诸天 把人烧成飞灰 还有无穷的刚风 夹杂着滔天雷灾 形成了可怕的风雷龙卷 在大地上撕裂而过 岛屿上的泥土石块 硬生生被离起 一片废墟的景象 那把星云巨剑也彻底沉落下去 沉到了海底深渊 夜沉目光震撼 望着眼前末日般的景象 这天行五绝阵 威力实在太可怕了 五绝归一 地水火风雷 五种天前巨灾 一瞬间爆发出来 简直是要覆灭诸天 令人震撼 公主 那边的战斗好可怕呀